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 華炎經的第二會 也就是實性法門的這個法門的內涵 主要的重點內容 那這個實性法門 大家常常我們學華炎 很多人都說華炎經是菩薩境界 佛境界 那到底我們的下手處在哪裡 也就是我們我們的下手處在哪裡 那這個實性法門其實簡單講 其實就是從我們外凡位 還在凡夫因地的這個眾生 的一個切入修行點的一個契機點 的一個行門的一個重點 也就是這十種信心 那簡單講其實就是什麼 你真實菩提心的一個升起跟鑑定 當你圓滿的劇毒這十種信心 其實就是你一個菩提心的一個成就 所以這個十個信心 就是我們今天主要介紹的一個內涵 那上個禮拜跟大家介紹了這個 第二會經文的一個結構 也就是前三品經基本上 從如來明浩平 這個是佛的深夜的佛身的一個展現 在整個華藝 華藏世界的世界海裡面 它有各種各式的名號 那四聖地品是雨夜的一個展現 也就是佛在世界海 一切世界當中 宣說這個四聖地 有很多的這個名像 那光明覺平是指佛的這個意義 佛的這個功德 普遍覺醒 普遍騙滿的覺悟的這個成就 那今天我們就從菩薩問名品 一直開始介紹這十種信 好 那我們 實性法門當中 從菩薩問名品開始 就是後面這三品 菩薩問名進行跟賢手品 這三品實性的內容 分別是什麼 菩薩問名品是解 也就是實性法門的一個正解 就是一個道理 就是實性法門之間的一個建立 那進行品指的是 實性法門的正行 也就是你如何圓一切的 所圓的這個境界 日常生活當中的境界也好 點點滴滴的境界 來做一個圓禁發心 如何以這個文書的智慧 跟普遍的恨願行詞 來做為這個觀照的一個正行 那接著最後一品的賢手品 就是指這個 當你這個正行起來之後 你圓滿十種信心之後 你所具體的這個德 性德 也就是你的利用力的一個 恨願力的一個展現 也就是它的功德力的一個展現 那所以就分菩薩問名品 靜行品 賢手品這三品 主要就是實性法門當中的 主要解形德的三個層次 分別建立實性的一個 修學的一個道理 一個知見 再來就是實性的正行 就是靜行品 再來賢手品就是講出發菩提心 你這實性滿心圓滿的一個功德 這個是德的這部分 好 那我們先看 先明解 第一個實性法門當中先講解 那就是菩薩問名品的這個內涵 瓊玄智也就是講實性法門的一個 宗旨跟去向 一個觀念 一個之間的建立 它這當中呢 有講到十種聖身 因為在實性法門當中 有十位以守字 法守 精進守 絕守 會守 他這個菩薩的名字 都是以守字做為結尾的 他們個別象徵的一種聖身 也代表著一種信心 也代表著一種羞辭的一個內涵 發菩提心應該要有的內涵 那菩薩問名品當中呢 就由這個文殊菩薩 跟這個十個以守字為結尾的菩薩 來互相做一個交流跟問答 這個文殊菩薩又叫做廟守 所以稱為十手菩薩就是這樣來的 除了精進守 絕守 保守 法守 琴守 這些菩薩以外有九位 文殊本身它又稱為廟守 所以總共在實性法門裡面有十手菩薩 那在十柱法門就是十慧菩薩 十個以慧為結尾的 那關鍵就是柱位的法門 它是以智慧做一個根本無分別 也是做一個基礎 所以這十手菩薩 也就是由文殊師利菩薩 跟九手菩薩來互相做一個問答 來彰顯什麼 實性法門的一個道理 實性慧解的一個真理 實性滿心的一個理 那也象徵了十手菩薩 它就依這個字 文殊是代表智慧 依這個字來起這個 這個實性法門的行詞 那九手菩薩代表性行 性慧的這個大行 文殊代表性慧的這個廟慧 智慧 那也象徵這個慧啊 智慧來引導依這個智 來起這個大行 然後我們的性行啊 眾行是乘於這個智慧的這個意涵 那這十個菩薩 十手菩薩 各別有組各別 象徵表徵的一個法門 也就是十種信心的一門 那顯十種聖身 還有信心八菩提心的十種德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 你從成觀大師 還有很多祖師的著作裡面 都會看到這一段 信有實德 也就是說信心的一個圓滿跟成就 必須要具備這十個條件 也就是你要清盡善友 供養諸佛 修學善根 還有自求聖法 然後心常柔和 招苦能忍 慈悲深厚 身心平等 愛樂大聖跟求佛智慧 這十德 那你說這經論當中常講 信有實德 這十德 最初是怎麼來的 也就是世清菩薩 這在印度的經論裡就有了 那由這個 朱摩羅斯大師翻譯的這個 發菩提心經的這部論裡面 有一個發心品 它裡面就有提到 菩薩雲和發菩提心 以和因緣修集菩提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 我們常常在講發菩提心 那你究竟你發菩提心 你要有什麼條件 你要具足什麼樣的資料 也就是這十項 你看 若菩薩 若菩薩清淨善知識 供養諸佛 修集善根 自求聖法 心常柔和 遭苦能忍 慈悲醇厚 身心平等 性樂大聖 求佛智慧 若能能具如是實法 則能發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 我們常常發怨 說我發心 我發菩提心 其實那個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嘴巴掛在口上講的 那其實發菩提心 就是會有這十種心的一個內涵 這樣理解嗎 也就是說你 像上一次你們大家有問到 那到底我們平常講的發菩提心 如果你真實發起你真實菩提心的一個前提 也就是資料 所以你常常我們就是用這十個標準 去看我們自己有沒有圓滿這十項 這十法 如果你具足這十法 那就是能夠發起真實的菩提心 這是在世情菩薩的這個發菩提心經 這個論裡面有提到的 那在波爾經裡面也有提到 那這個有因緣如果你們會涉獵到其他的經論的時候 你們也會普遍的去看到 包括龍術菩薩在他的著作裡面也有提到 發菩提心的這十心 你都會涉獵到這十個層面十種法 那如果配上這個 性位十性法門的十種聖身 他就是我們等一下往後要跟大家講的 正教聖身福田聖身 葉果聖身緣起 正行祝道教化 佛境聖身說法聖身 跟宜道聖身的這個內涵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跟大家講 好首先 我們先來看這個 結構上就是這一段還沒唸完 順完 這十種聖身法主要凸顯 就是剛才講的實性法門的道理 跟他的之間的正之間起行之前要有的建立 然後在隨著這個菩薩問民品的這個 實性法門的一個正解 然後能夠隨緣成就進行 這個就是下一瓶 進行瓶的這個內涵 那就是以這樣正解跟進行 來成就實性法門 這個實性滿心 發菩提真實菩提心 升起的一個究竟的一個妙德 這個就是賢收品的內涵 所以在次第上 他會有解行德 這三個層次出現在實性品的這個法門當中 那解就是菩薩問民品 行就是進行品 德就是什麼 賢收品 這個就是實性品的一個重點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好那我們來看這十種心 配上這種法菩提心的十種德 還有十種聖身法的一個 這個內涵具體 首先第一個 這九首剛才講到 實性法門是由十首菩薩來互相激盪 以文書妙首菩薩為主 那另外有九首菩薩 那在經文的鋪陳當中 首先是由文書來一一的問各個首菩薩 然後最後再由這個九首菩薩來總問文書菩薩 那經文的鋪陳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就按照這十種心的一個層次 來跟大家對比這個經文來講這個內涵 好首先第一個 十種信心的第一個 首先就是五根五立的性淨念定會 前面五格是這樣 就是你們看到你們手上有一個表 第一個就是信心 那這個信心就是由文書菩薩來象徵的 那九首菩薩在菩薩問品品裡面 他就問到文書師弟菩薩 他說 我們各自已經把我們所理解的 這個信心的一個修學 我等所解 也就是這個信心的這個知見 已經各自說了 然後希望文書菩薩來以你的智慧變才 來說一下如來的這個境界 何等是佛境界 何等是佛的境界因 何等是佛的境界種種的 法說之見 禁界廣 禁界限 禁界政 那文書菩薩在回答這個九首菩薩的時候 他就提到了 所以九首菩薩問文書的是什麼 佛境界 簡單講就是一個佛境界 那文書的回答就是 我這邊是結重點的經文 如來生境界 所有聖妙因 一節常宣縮 亦父不能禁 就是如果你要問我這個佛的境界 如來的境界 然後還有他這個境界的什麼 他的因 那即使我怎麼樣 一節宣縮 就是一直不斷的來講 也講不完 然後呢 隨其心智慧 誘盡賢另意 如是度眾生諸佛之境界 也就是隨著一切眾生的根氣 那佛以智慧方便善巧的引誘他們 令真意他們的一個善根 還有一個福德跟智慧 如是的來度眾生 這是諸佛的境界 那諸佛自自在 三世無所愛 過去現在未來 都是以這個大圓滿絕的一個智慧 那這個講的是什麼 如是會境界平等如虛空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一個如理 也就是如是空的那個部分 對真如對空性的體震跟氣露 然後除了如理的部分 他還能如量 所謂的如量有沒有 如理就是根本智的 對空性的一個震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三世諸佛的智慧 他為什麼能夠自在就是他 這個根本智一切智的一個成就 這個波倫的成就 智慧的成就 這個叫如理 也就是根本智的部分 那如量的部分就是厚德智 也就是說你在眾生邊上 一切法界的這個邊上 你能夠了知一切的法 這個就是如量的這個部分 那法界眾生界究竟無差別 一切惜了知此事如來盡 也就是成佛 我們常常在講要成就什麼 根本智跟厚德智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智慧的普遍的一個圓滿 那能夠如理還能夠如量 你有如時空的一個體鎮 你還能依著這個空性的智慧 能夠出妙有 能夠了知一切法 一切法界一切眾生界 你都能夠沒有不知道的 這個叫如量智 如量的智慧 就法界有多少 眾生界有多少 你都能夠一一了知他的緣起 他的因緣 還有這個種種的一切的法 那文書就開始說這就是佛境界 那你要說其實也說不完 因為眾生無邊嘛 所以說就是如理如量的這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講的文書菩薩是主這個信心 他指的是指十種德 這個框框是指剛剛講法菩提心 你有十種內涵 裡面的求佛智慧 也就是說我們要發起真實菩提心的 第一個條件是信心 那信心是什麼 就是信我們本自具足 具足什麼 如來智慧得相 所以我們要追求的就是佛的一個圓滿 大圓滿絕的一個智慧 的一個成就 那這代表的十種聖身當中的什麼 佛境聖身 為什麼 佛信聖身就是我們整個實性 信心所信的一個標的 也就是相信我們具足這樣子 跟披露這那如來 身心相同的一個法界 具足這樣的一個智慧得相 的一個深度跟廣度 從理上來講就是氣的空氣 這是從深度邊上 從廣度就是你能如法界的量 如眾生的量能了之一切法 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說是一切法 可是其實就是佛的萬德 這個如量的部分 如實不空的這個層面 來講的 好 那這是第一個心 也就是信心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 第二個 信靜念定慧 也就是 那你會想說這十種心 其實你看 菩提心的發起 信心的一個圓滿跟建立 跟我們平常講的五根五力有沒有 五根五力有沒有 知道嗎 五根是哪五根 五根五力 七菩提分八勝道分有沒有 五根五力是哪五根五力 對 是就是你們 那個手上拿的那個 你們突然呆掉了 突然不知道怎麼回答 對這五根五力 五根五力其實指的就是 能夠發起你的善根 成就信心 成就菩提心的這個叫五 五種 五種善根 然後能夠發起 善根發起的時候 會有一種力量 那個力是比根還要具備 一個 修持之後的一個成就 它就會成為 從根成為力 好 這個五根五力其實就是一個 你信心跟菩提心原成的一個基礎 所以不外乎這個性淨念定會 所以第二個就是精淨 第一個是信心 就是要求佛智慧 要解佛盡聖身 那以文殊菩薩來做代表 第二個精淨心 精淨就是情 情分 所以是有什麼 文殊菩薩來問這個情手 情手菩薩 就是情手菩薩象徵這個精淨心 那他就問道 文殊菩薩就問 他說佛子 他說佛教是依眾生得見 雲何不及吸斷一切煩惱福而得出離 也就是說佛的教授 我們一樣眾生 我們每個人都受佛的一個教授 學佛 你看現在同時間聽聞佛法 學習佛法 那眾生可以知見的這個部分 教授是同樣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及吸斷一切煩惱福而得出離 為什麼有的人還煩惱糾纏不斷 為什麼有的人還苦惱無邊 他這個意思是這樣的 那從色受想行事 從五運上來看 從三界 欲皆色界無色界 從無名貪愛來講 一切眾生都有 所以他這裡寫 無有差別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眾生 佛法余諸眾生 或有利益或無利益 你說佛教是一樣的一致 就是一樣平等 施與一切眾生這些佛的教法 那眾生也同時可以去 依自己的因緣來學習跟領受 那可是有的處理 有的煩惱 那種種的差別 可是無名無運 這個無名貪愛 是不是大家都有的 眾生邊上都有的 那這樣到底佛教對於眾生是有利益 還沒有利益 為什麼有的人 有的人還在煩惱福 煩惱喜福 有的人他就能夠 得到一個三聖的一個果位 一個出禮的果位 那禽守菩薩就回答 他就說 佛子善地聽 我今如時答 或有素解脫或有難出禮 若欲求除滅 無量諸或惡 當於佛法爭 勇猛藏精進 也就是說 就如同這個經文講的 你說無名貪愛 無有差別 眾生邊上都有 那為什麼有的 有的人他修辭 比較快成就 有的人修辭 就是夹著煩惱 帶著煩惱在修行 或是帶著一些邪之邪剑在修行 那這邊就提到 若欲求除滅 無量諸過惡 當於佛法中有猛藏精進 那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精進心 層次不一樣 譬如劫火起 譬如那個 我們世間有沉住快空 當快劫的時候 他會有山災 大山災 那有火災 那如果你說火在燒 那你要滅那個火 你如果澆一點點的水 夠嗎 不夠的 那他說 與佛法教宗 懈戴者毅然 就好比你火災了 結果你要滅那個火 你不是用那個水柱去沖它 你是用一瓢水這樣子噴一下 所以說其實這樣就可以 其實我們可以 其實在講這十種心 我們其實就是反過來 去檢視我們平常日常生活當中 的一個修辭的那個力度 夠不夠 其實就是可以看出來 常常我們 為什麼我們學佛 常常講說要學習教理 學習教理就是讓我們 具備一個正確的一個觀念 不然你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燒香拜拜 信仰型的 就是求保佑平安 就是每次香拿起來 都是講什麼 佛菩薩你要保佑我 保佑我什麼 就是按每一個人不同的需求 去跟佛菩薩祈求 那學習真正學習佛法的人 我們是 我們之前有講過 學花言 很重視的是自立型 它不是外求的 而是在於你有幾分的一個福德 善根跟資良 它你就能夠成就多少的一個事業 乃至是你的修辭 這個就是 這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個金靜清 如果你想要快一點 出離這個煩惱戲服 或者是說快一點來成就你的 不要說出世間的煩惱 光是你要成就你的世間法 譬如說你在世間我怎麼樣 人緣好一點啊 我的事業順利一點啊 這種你要不要去耕耘啊 你要耕耘的嘛 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個耕耘就是一個金靜清 你要想辦法去什麼 廣結善緣啊 你要想辦法去付出啊 為大眾做一些付出 這就是事業 事業會成就關係的是我們的 一個善緣具不具足 所以其實你看一樣是開店 有的人開餐飲業 一樣賣兵 為什麼有的人生意好 有的人生意不好 這個就跟什麼有關係 過去結緣 好壞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世間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出世間修行也是這樣 你要成就一個法門 你要成就這個都要跟我們 有沒有那個法源 有沒有那樣的一個精靜 修持的一個心力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於佛教法中 就是要藏起這個精靜心 好那就是 情守菩薩就代表這個精靜心 好那也就說明了 我們要常常聽聞佛法 然後修持 如理的來修持 然後受持這個聖教 那陳冠大師就有 在他書差裡就有提到 他說修有勤諾 就是修行有勤勞跟懶惰 那葬有淺深 那我們的禍葬 每個人的邊上都有嘛 剛才講無名貪愛 無有差別嘛 可是禍葬在每個人的身上 所呈現的一個層面 他有淺有深 那基有身熟 也就是眾生的根氣有什麼 有深的就是比較沒有 沒有熏悉過的 要比較有成熟有善根的 那圓有俱缺 圓是什麼 就是你要成就任何的事情 你都需要這個圓 那有的俱足 有的不俱足 這個叫缺 所以你看修有勤諾 葬有淺深 基有身熟 圓有俱缺 自有明媚 在眾生邊上每一個人的 腦袋 那個能夠去運作的一個智慧 有明 有媚 就是有的很管用 動腦筋很快 很好用 有的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有力 那公有後果 也就是你能夠成就的一個事業 深廣不一樣 那所以什麼 故城有素詞 因為你就剛剛講的這些 你的修有勤勞懶惰 你的葬有深淺 然後你的根氣有好壞 然後你的圓有圓滿不圓滿 具足不具足 還有你的智慧有聰明 還有什麼愚昧的 然後你的這個功德啊 你的福德有厚有活 所以因為這樣的因緣 所以你成就有詞術 這個就是 所以精進 精進心你要常常怎麼樣 清淨善之事 這個就是十種菩提心 成就當中的清淨善的 然後這個叫 象徵著正教聖身 你要受持聖教 這個叫精進 精進心 第二個精進心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性淨念定慧的念 念心 那文書菩薩就問這個 采手菩薩 有這個采手菩薩 象徵這個念心 他就問他 他說佛子 一切眾生非眾生 如果你從這個 佛從儒理智 從根本智的角度來看 眾生是緣起的 那如果你說 一切眾生 有它的因緣性 那眾生非眾生相 那這樣子為何如來 還要隨其實 隨眾生的實命 身行 眾生的欲解 隨其言論 隨其心樂 隨其方便 隨其思維 隨其觀察 隨其觀察 然後余如是諸眾生中 未獻其身 教化挑剖 那如果一切眾生非眾生相 那為什麼佛菩薩 還要那麼努力度眾生 那這裏 他就 這個采手菩薩就回答了 是 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說 才 他其實法財 用法 因為這是教化神生 他用法 來教化眾生 這個法財的概念 所以就是采手菩薩 我們來看采手菩薩怎麼回答 這個分別觀內生 此中誰是我 若能如是解 彼達 彼達 我有無 也就是說諸佛菩薩 他為什麼能夠 在一切眾生篇上 能夠得到出離 能夠得到覺醒 我們在眾生邊上 我們是迷惑的 那就是因為他能夠解 苦空無常無我 其實就是我們常講的 這個三法義 能契入這個根本的這個 達這個什麼 我啊 無我 彼達 我 有無 那對我們來講 對眾生來講 我是有沒有的 我如實存在 那對諸佛菩薩來講 他是有 可是他沒有掛愛 所以他能如實地去教化眾生 而沒有退心的這個部分 那好 分這個是第一段 那再來 此生假安利 住處無方所 地了是生者 於中無所著 那佛菩薩也就是了知這個生是什麼 五運合合的身心嘛 假明安利做一個我 一個人嘛 那所以你要講他有來有去 或是有沒有一個住 有沒有方所 那能夠了解這個 身心的一個假和 我的一個假和 於中無所著 這個就是佛菩薩的一個境界 那余生善觀察 一切皆明見 知法皆虛妄 不起心分別 也就是他能夠了知這個緣起 然後不會有騙計 騙計值 能夠知道他的一他起因緣所生 然後不會普遍去 像我們眾生就是普遍去衡量 去計算一切法 那了知他的虛妄 他的緣起性 然後不起性分別 那智者能觀察 一切有無常 諸法空無我 永離一切相 也就是他能夠 我們常常在講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滅盤即境 他能夠在一切因緣邊 得到一個覺悟 體得這個三法印 無常無我苦空的這個實相 然後世間所見法 但以心為主 隨解取縱向 顛倒不如是 這個就是指我們 我們眾生鞭上 我們常常疑悟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旺心啊 隨我們各有 各別有的一個知見 然後取向 這個就是騙計值 就是以前常常講的 騙計所成性 在一他起的這個因緣 跟現象 跟境界當中 我們生起騙計所值 普遍去計算去衡量 這個叫做隨解取縱向 然後顛倒不如是 這個是一個顛倒 而且不如是的一個狀態 一個生命狀態 那世間所言論 一切事分別 未曾有義法 得入於法性 這個是從眾生的這個邊上來看的 那所以意思就是 這個采守菩薩 他象征這個念心 就其實就是要我們知道 要怎麼樣 知道三法印 觀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極境 那要知道什麼 試念諸 試念諸 是什麼 觀身不敬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這個就是三法印的主要的內涵 那你要帶進去觀心 你就是要觀你的身受心法 是什麼 不敬 是苦的 是無常的 是無我的 這個是相對於三法印而有的這個 試念諸觀 那因為眾生是迷於這一種 認為眾生 他不會覺得是 你還沒學否之前 你不會覺得這生命是苦空無常我的 你會覺得有一個長衣主宰的我 所以這就是苦的來源 所以眾生迷此 迷以為有長樂我境的一個我 所以從秦始皇那時候開始 古代就很多人就要戀丹 有沒有 為的是追求什麼 就是長生不老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有 從古代到現在 他就是一個生命的 生命的一個追求 希望能夠有一個長衣主宰 長樂我境的一個生命 那眾生迷此故需教化 那法首菩薩就是剛剛那個師姐問的 那其實他就是象徵的 用法來教化 法才教化 所以是才首菩薩 滅黑暗愚痴 以這個智慧來滅除這個黑暗愚痴 所以這個象徵著教化盛生 也象徵著什麼 我們如果要發起菩提心 我們要對於眾生我們要耐煩 你要眾生不斷的 你看 我們道場來來去去 很多人對不對 你看我們師父 師父他協助訪師他這禮拜來了 他這禮拜好忙啊 因為每天都要掛號 都有人來掛號 看門診 就是這樣子 那你看說這個 當你發起菩提心的時候 你要不要耐煩 要的 你要慈悲深厚 這個 那個 菩提心的一個 其中之一個內涵 你要念眾生什麼 苦啊 所以 給予相當的一個教化 所以這個請 采守菩薩就象徵著 念心啊 性盡念定會的念 你念眾生的苦 那希望他們能夠 試念住 能夠契合這個三法一起 試念住觀 然後 然後 依此來滅這個余思案 這個就是 是 他這個念心的念 念試念住 是 是 不是 當你慈悲深厚 你就是念眾生苦 一樣啊 他是一樣的 就是你這個試念 其實是念三法應 跟試念住 對 可是你面對眾 這是你面對你自己的羞恥的時候 你是這樣的 可是你面對眾生的時候 你要泯念眾生的苦啊 所以你才 才有他這個德是什麼 慈悲深厚啊 好 這個就是一個 小聖跟大聖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 那你教化眾生的 邊上來看的話 你需要這個 慈悲 泯念這些眾生 是 是 你要精進 清文佛法 修學佛法 得到這個 聖教的一個理解 你要清淨善知識 你能夠理解 對對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要 聽文佛法 從文師修入三摩地 那如果你沒有 清淨善知識 你沒有辦法 從那個佛法之間的建立 你會有一個局限性 就變成你 就是修了那種理解 不是 就是說你對於法門的學習 你會有一個局限 片面的一個狀況 你自修 自己修學 你要清淨善知識 就是你要有一個老師啊 你要有老師 才會有 才會有辦法有一個 教導的一個依止 是 你就不會自己盲修瞎練 所以這個精進心的那個內涵 就是你要一直的道場 一直的善知識 來做一個修學 所以這個是清淨善有的一個內涵 好 那我們接著呢 來看第四個 性靜念定 第四個是定心 那這個定心呢 文殊菩薩就問這個 絕守菩薩 這個定心就是絕守菩薩 那他問他說 佛子心性是一啊 就是說這個體性啊 這個大圆滿絕的這個智慧 這個心性 既然體性是一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種種的差別 有善去惡去 然後還有豬根的聚足不聚足 然後有瘦身的不同 還有醜陋的端正的 苦樂也不一樣 種種的差別 就是為什麼理體 既然這個心體是一 為什麼會有四項的這種差別 然後那個絕守菩薩就回答文殊菩薩 他就說 炎耳鼻舌身 心意諸情根 一切空無性 望心分別有 他就是回答 為什麼會有這四項上的差別 就是說我們 炎耳鼻舌身意啊 這個六根 對上這個六層境界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原生 然後就是剛才講的 原起無自性 在這個一他起性當中 我們加入我們的意識分別 所以就有騙計所值 然後就有一些顛倒 那這個是什麼 原起無自性的 所以是一切空無性 是什麼 望心分別 也就是我們虛妄分別而產生的 這個就是絕守菩薩講的 然後如果如理而觀察 一切皆無性 法眼不失意 此見非顛倒 也就是如果我們能夠如理 這樣子來觀察 就是我們之前常在講的 三性 在一他起性上 一切的因緣的邊上 我們如果虛妄分別的話 你就會跟著 演下去 那如果我們可以 從這當中去 契得這個理啊 原起的這個法性 安住在這個法性當中 知道他沒有自性的 那這個叫做法眼 法眼不失意 此見非顛倒 你就不會有顛倒的望見 就不會有 就不會有什麼 雖然事項上有差別 可是你不會被這個差別所迷惑 那這個由絕受菩薩 來象徵這個定心 那定心我們一般 我們來看經論上 你會看到 遠離亂意 就是有 常常我們 你的心啊 有沒有穩定 定我們常稱為 叫什麼等詞啊 遠離亂意等詞相應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心是一種 持平穩定的一個狀態 這個叫等詞 就是平等的安住在 一種安定的一個心意淨性 就是一種定 一種的那種狀態 遠離這種分別妄想的 這個亂意 念慮 那它是什麼樣的一個 展現 就是會性靈策 也就是它是一種 智慧 絕躁的一個 一個呈現 湛然不動 這個是定心 在經論裡 你可以看到的一個定義 然後 陳冠道士又寫到 絕觀心性 隨緣不變 不變隨緣 也就是我們要能夠了知 這個緣起 緣起法 它是什麼 它是一他起的 了知這個一他起 沒有自信的一個狀態 這個叫做如理 能夠如理安住在這一個 這個智慧之上 然後能夠隨緣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要能夠如理如量 能夠安住在這個法性上 然後能夠隨緣 隨緣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第一個 要嘛不安住在那個法性上 要嘛我們就是不能夠隨緣 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絕首菩薩 它跟我們講的這個定心 其實它教導我們就是 你如何安住在那個體性上面 因為我們平常生命 為什麼會頗大 你為什麼會高高低低 齊齊呼呼 好好壞壞 是是非非 有沒有 這是跟什麼 這就是我們妄想心太多 然後你就是眼睛 你看他剛才講 顏耳鼻舌身心意 朱情根啊 一切空無性 妄性分別有 可是我們常常就是落在妄想心那一邊 我們不是落在一切空無性上面 這樣了解那個差別嗎 這樣能夠了解嗎 就是我們常常是跟著什麼 末梢神經啊 我們的末梢神經很發達 就是你的根啊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這六根有沒有 你的末梢神經接觸到那個沉浸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就這樣子 就跳起來了齁 這個就是沒有定心啊 這樣理解嗎 所以絕首菩薩的這一段文字 其實他跟我們講的就是 我們要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要能夠隨緣不變 就是這一段 或絕觀心性啊 你要能夠做到什麼 隨因緣境界 然後升起什麼 覺醒啊 而不是隨因緣境界 升起煩惱 如果你升起的是煩惱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騙計所知啊 那就是妄心分別有了 你就是那個十二因緣又繼續 升老子又下去了齁 那再來另外一個 就是你如果能夠安住在這個 法性體性上的時候 你還能夠怎麼樣 不變還能夠隨緣 齁這個也是 你說佛菩薩為什麼 有種種的佛形事業型 有佛形事業的一個開展 齁其實他不外乎是什麼 他能夠安住在法性以外 他還能夠隨緣 他能夠不變隨緣 齁這個指的就是指 這個定性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這個定是有兩種層面的齁 一種是你能夠 安住在這個法性上面 一種是你能夠安住在什麼 隨著這個法性能夠安住在一切的因緣上面 齁我們常常學佛人啊 我們這個定性的養成 你就是要能夠安住在一切的因緣上面 齁這個我們常常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可以去鍛鍊的 就學佛你就是要拿來用 齁沒有講義的舉手 OK好 好先坐下來 先坐下來 好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個定性的訓練 齁其實不是只有在浦團上 不是只有在呃 你的用功的這個殿堂 就是你的壇層上 你要把什么 把生活当成是一个坦诚 我们学佛的人 你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宇宙 我们身心所感知的这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宇宙的仿界大坦诚 他所显现的这些三世间 其实是要让 其实是要 其实是要让我们 在这因缘当中 去得到一个觉悟的 所以说 你要把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活境界 这个修炼 它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你这时候你的生命 它其实就是 整个你眼耳鼻舌声音 跟你的根所接触到的 这个沉静 都是修法的一个什么 对境 都是你的坦诚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就是要把它 如实的来一个对峙 跟修持 然后你的心 怎么样的持平 这个就看你对于空性的体解 有多深刻 这个叫如理的这个部分 如理的智慧 就是你如何能够随远 不变的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新的持平跟稳定 这方面来讲的 那如果你从另外一边来看 除了你的新的持平稳定以外 你还能够随缘去成就 一切事情 圆满世间 乃至圆满世间 要去成就这个 这种行愿的话 你就是要除了安住在法性以外 你还能够依这个体 去随缘事修 这个叫如量 就如你所遇到有缘的这个众生 如你所能够接触到的一切的法 然后你如何来 去把你的修持 事修的这个部分 把它圆满 这个都是这个定心的这个范围 所以佛菩萨你说 他度众 他就安住在法性上 所以 所以叫法眼不思议 此见非颠倒 所以他不会有一种 波动 这个定心 他就在一种大定 三昧的那种状态 是 是 如果像我们现在都是没有 把我安住在法性上 所以你就要多去关照 关照什么刚刚的那个 就是你要常常申请 其实它是一个次第的 就是说你的定心 其实你要有前面的这个念心的一个加行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常常去 去关照 关照什么 你的深受心法的一个三法印 就是你没有常常去觉知 关照实相的话 你就不会有一种 离相的一个 一个体验 我这样理解 就是说其实这样的锻炼 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的 你看有的人 一样遇到一个境界或是一样遇到生活当中的起烦恼的事情 有的人他很快就怎么样 就消化掉了 可是有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怎么样 他是紧紧的去抓着那个烦恼 你说为什么会有一些身心症 就是由心灵的状态去影响生理的状态 或者是包括有一些忧郁啊 躁愈啊 或是精神观能的特别过动的那种状态 那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去 本来就已经很纠缠了 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纠缠下去 就加深的那个状态 然后就会有身心症的一个造成 这样理解吗 所以说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一个习惯 我们的一个业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突破这一层的一个障碍之前 其实我们常常就是要去思维 用法来对峙 这个就是要用法来对峙 所以就是踩手扶上 用法 用法来对峙 这个就常常我们要能够知道如何去对峙我们自己的信念 你要知道怎么出灵 那你就是要对这个境界有所了解 知道那是原生性的 原起性的 然后要在这个当中去契入一种 生命的一个体性跟实相 你才不会安住在虚妄上面 我们常常住在烦恼跟颠倒 那个就是所谓的虚妄 虚妄的一个境界 可是我们乐成不比 有没有觉得 对啊 我们其实是 甚至你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苦 你把那种戏服当作是一种安乐 甚至你为了追求一种稳定 你还需要更多的一种承诺 就是加索 加附在别人的身上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不理解佛法跟一个 世间生命生成的一个原因 整体的因素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 以为会有常意主宰一个我 以为我可以去操作种种的 这些因缘条件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那个苦就苦在这里头 所以这个念心 前面念心的部分 其实就是已经要教我们 去观照三法意 然后安住在四念处 观你的身受心法 观身啊 这个身 摄身 它是长的吗 是静的吗 是热的吗 是恒常不变的吗 那观你的受 你的觉知 你的感受 还有观照你的这念心 还有观照一切的法 从这个过程当中 去对于空性 你所认识跟了解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念心 而且不是只有自己 你还要带你周遭的那些卷所 然后一起来修持 那定心就是基本上 你要对于这个 再深刻了 你要有一个能够 对空性的体解 你才能随缘不变 所以也就是说 前面的你那个 常常去观照的这个心 你已经强到一种 你这个能够随因缘 境界上能够转化 气路的一个正念 那常常我们平常不是这种正念 我们常常就是随你的好物 随你的喜乐 去进行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 绝观心性 就是我们要常常去观照我们那个什么 本来 本来 本来的那个心境的 一个绝性 它是什么 在一切的因缘当中 它是不受染污的 而且它又能够什么 随缘去成就的 这个就是要常常 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定力的一个摄持 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也是常常我们要去 所以我们说常常修禅 修定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你能够离向 你能够离向才能契入这个 体性的一个本质 你对空性 你才有办法掌握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 然后心性无念 就是你要离你的 意识的一个念律 的虚妄分别 才会有所谓的定心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个象征十种菩提心里面的 自求圣法 也就是 你要超越 要不断的去超越 你说你真实菩提心的八起 你对于真如的一个 对于实相的一个了解 跟契入 这个一定 对于圣意地 真地 的这个了解 一定对空性的掌握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契入 跟修辞 那关键就是你体德圆起圣身 你要知道它是一他起的 所以没有自情的 所以这个绝守菩萨象征定心 它就 就是等于是十种菩提心当中的这个自求圣法 然后它是如实观照 这个圆起圣身 你才能契入空性 这样明白吗 好 那这个就是第四个 信信念定会的定 那第五个 会心 那就是由这个文书菩萨来请教这个 自守菩萨 他就问说 于佛法中 智慧为上手 那如来为何 既然智慧是最最重要的 那为何 还要赞 还要鼓励众生 为众生来赞叹布施 赞叹慈戒 赞叹忍禄 赞叹精进禅定智慧 赞叹慈悲喜舍素量心 而且是什么 终无有唯以一法 而得出离成就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自守菩萨就问文书菩萨 他就说 过去未来是 现在诸导师 无有说一法 而得余道者 也就是过去诸佛 他成就 不会只有 以一法而得成就的 也就是他要所有的法 都要能够圆满跟穷尽 那佛之众生心 性分各不同 随其所应度 如是而说法 也就是众生的根系有无量 然后种种的 能够体解的部分 还有欲求的部分 都不同 那就随众生的欲解 然后随他们所应度而来说法 所以有无量的法门 那这其实就是诸道 那你看 为牵令者 赞叹布施 为悔尽 悔尽就是 这个行为有缺漏的这个部分 赞叹词戒 那为 比较脾气不好 暴躁的 刚强难辅 难调的众生 赞叹忍怒 然后就 懈怠懒惰的众生 赞叹精进 然后乱意的众生 心常常散心散乱 众生赞叹惨病 然后于是众生赞叹智慧 然后心不 不柔软 不悲悯的 不忍 的众生赞叹 死你心 怒害的众生赞叹大悲 忧欺的众生赞叹喜 取心 就是心不正直的众生 希望他们常常舍 那如是次第修 见据读佛法 那这个象征的这个 这个治守菩萨 他回答了 文书施力菩萨 就是你一个信心的成就 实性法 这个信心的一个 菩提心的一个成就 你要怎么样能够 原成 就是你要去 有这些助到法 你要如是次第修 从这个所有的万行 物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这些种种的 事无量心 等等的 然后慢慢的来修持 具足一切的佛法 那当然是以智慧为先导 以智慧为上手 然后以智慧引导这些万行 所以这个治守菩萨 他象征这个慧心 就是以智慧 来修持这些助到法 那佛的助到法 有无量无边 那智慧是上手 能净万行 就包含这个菩萨 来引领这个生与异 而成就这个万行 自为先导 十度万行 然后中无 唯有一法 得出离 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象征的 正助圣身 也就是助到 助到 你修持 你的菩提心的成就 他需要有很多的助到的因缘 那这个就是 自守菩萨 跟我们开示 然后他在十种菩提心的内涵当中 他相对应于 这个朝苦能忍 我们知道忍 忍在佛法里面有几种层次 有很多种 大部分是讲三种 生忍 乏忍 无生乏忍 什么是生忍 对 可以这样讲 生忍就是什么 就是生 生忍 对 生命的生 生命的生 生忍 其实他就是 又称为耐怨害人 耐怨害 怨害就是 人家家诸于你的一种无理的 我们常常听过八风 八风吹不动 什么叫八风 就是 人家给你的赞叹 人家给你的毁谤 人家给你的称 人家给你的 这些 积贤 人家对你的 家诸于你 在有情众身边上 家诸于你的 或是我们常常讲的 你遇到冤亲债主了 每天给我消灾 这个 耐怨害 生忍 生忍其实讲的就是 你在这个 一切 这个世间所遇到的这些 包括 包括你的这些 种种好好坏坏的 你都能够安忍的话 这个叫生忍 耐怨害人 然后再来 生忍 罚忍是什么 就是 这个 设法心法的 这个人 能够安住 什么叫心法 就是你的这些 烦恼 习气 贪嗔痴 你能够安忍 这种状况 然后或者是什么 设法的话 就是这些世大 还有外在忍乐 饥寒 的这些 这个 这个你能够安住 这个叫做 罚忍 这个又 这个又是 另外一个层次的 那第三个层次 是什么 无声罚忍 这个指的就是 你对于 这个又称为 地常罚忍 就是你对于 体性 对于空性的气入 所以说 这个忍跟智慧 是很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你的智慧 能够通透到 什么样的层次 你的安住在忍上的境界 就能够如实 所以这三个层次当中 最比较高的层次 就是那个地常 也就是这个无声罚忍 无声罚忍 基本上 在三圣教乘里面 是八地菩萨 才成就 为什么 因为他 正德的就是 对于整个 空性的一个元首 所以你说 那个忍 我们一般世间忍的人 其实就是忍耐 那个就是忍耐 那个跟空性 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我忍一下 我让你一下 我忍一下 那菩萨的那个忍 为什么能够成就 关键就是 他的智慧成就 他对于体性 空性的一个 气入跟正德 他能够安住在 他一切的因缘上面 那个叫做无声 无声法忍 体德无声 我们都有声 我们都有声的人 我们都是有声 好 所以说这个 信静念定慧 这个五根五立的最后一个 慧 慧力 慧心 这就是以智慧为先导 来成就你的 十度万行 这个成就你的 祝道法门 这个就是象征 郑住身身 然后招苦能忍的 一个内涵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 讲后面五个 那这五个基本上 就是我们 整个菩提心的原成 十种信心的一个 一个圆满 所必须要去努力的 那我们就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 去关照我们自己 自己具备这样的一个 好 刚开始 订课就可以修 那个就是一个训练 你看 你每天如果花十分钟打坐 跟你每天花二十分钟打坐的人 一定不一样 跟你每天没有打坐的人 一定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说要一个定刻 就是你透过这个 其实你的念经持咒 这个都是定刻 都是帮你收射你的身心 圆在一个固定的所缘境上 可以的 可以的 是的 就是从你的生活当中 一个是从你的定刻 一个是你下坐之后 下垫之后 你从生活当中 你要把那个东西持续带着 你的决心要带着 就是这个问题 平常我们都不是决心带着 而是我们是散乱心 好恶心 分别心 那你这个在运作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定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有日课 就是要把你这个习惯 切掉 就是把你这种散乱久了的习惯 分别久了习惯 好恶久了习惯 是非久了习惯 逆着这个习惯走 你就是逼自己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做 那你坐久了坐久了 你看你每天如果一开始初学 20分钟 之后呢 你就可以半个小时 50分钟 一个小时 久了 它就可以两个小时 一坐就是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坐 每一坐 那一天几坐功课这样子 好那那个的定心理一定是加强的 你再回头来看 你当初10分钟20分钟 你自己会知道 你的身心的一个转变 跟你面对烦恼 现前的时候 你的那个 你那个心的那种沾黏的一个程度 这个其实就是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展开来 经文是这样写 可是这个东西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照 这样明白吗 所以其实前面讲的这性境念定会的五根五粒啊 它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基础 所以为什么叫五根五粒 就是它是一个信心原成的一个善根 那你要从五根变成五粒 你不去耕耘的话 它这个根不会发芽 不会成长 那五粒指的是指就这个根的基础来讲 它已经茁壮变成有一个力度了 力道在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你修这个菩提心啊 或是说这个实性法门的十种信心来讲 这五根五粒是最基本的性境念定会 是最基础的 所以你可以每天拿来检视你自己的 你这个信心你是不是具备真实信这个佛法成三宝 你不要说别的 你信三宝你信不信 有的人也真的不信 有的人他皈依了可是他不知道怎么信 所以这个你可以拿来检视 还有你的精进心啊 你从你的日科修持的实践的一个成果 你就可以知道了 有的人就是什么 两天捕鱼三天赛亡 真的是这样 那所以出离烦恼就会有快慢 所以这个就是陈冠大师刚才讲的 修有勤舵 葬有浅身 姬有身熟 缘有俱缺 自有明媚 功有后果 所以你的成就就此处 然后念心你可以常常去观照你的心念 常常是停在哪里 这个我们学佛的人要常常去 如实地去观照你自己 是这样就是说你当你观照 你发现你有 你有状况的时候 你就要放掉 然后把自己拉回来 正念 这个就是常常去训练 就好比说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念鼠息 你鼠一鼠不见了 不见了怎么办 对吧 是不是 那你持咒持一持 皱子断掉了怎么办 早回来啊 对嘛 是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平常经常你去观照你自己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你闪心了 或是你现在眼前做的事情不到点 不到位 那你怎么办 重新做吧 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学佛修行就是土法炼钢 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骗不了人的 你有做你就成熟一点 你有做你就成熟一点 当你一直没有进入状况 那就是没有得力 那你就是要不断督促自己 就是从精进 不断督促自己要去突破 所以其实学佛修行是一种什么 你自己对你自己本身生命的一种超越 你要不断去超越你自己 学佛不是跟人家比 没办法比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境界不一样 一个是说你要从你的生活境界当中 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如何去妥善管理你的什么 时间 还有一个你跟人之间的应对 进退 你怎么去结善人 这个就是会关系着我们的资量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成就 你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你下多少功夫 它就如实的展现在你的 生命的品质的一个展现当中 你就会可以看得到 这样这个就是精进心 那定心就是刚才讲的 你是散乱心多 还是你是迷惑心多 还是你是无知心多 黑暗心多 或是坏心 坏心眼多 这个都可以去观照 那定心就是你的决心要 决心要强 那慧心就是你要 然后透过文师修的这个 这个观照 智慧 然后带动你其他的助到法人 都要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修持 这个部分就是慧心 还要你能够什么 能够招苦能忍 很多人遇到就无法忍受 一切有情边上的这个生忍 没办法忍 色法心法这个法忍也没办法忍 第二个这个不退心 就是文书菩萨问这个法首菩萨 那就说 佛子如否所说 若有众生受持正法 稀能断除一切烦恼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众生他能够受持正法 他就能够断烦恼 那为什么有的众生他受持正法 可是他烦恼还是一样 谁贪嗔痴 谁慢不奋恨疾 这是我们的一些烦恼 随我们的烦恼视力所转 无有离心啊 没办法出离 没办法在一切的因缘当中出离 没有办法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出离 就被你这个视力 这个视力是很大 这就是什么视力啊 你的业啊 被这个业的这种视力 你烦恼的这种视力所牵动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你就是顺 让他拖着走这样子 所以我们中常在讲 就是讲什么 行尸走漏 就是你当一个人 可是你并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阻担你自己 你就是顺着你的这个烦恼 习气的这种视力在过日子 这个常常修行呢 我们要去观照这个问题 然后能受辞法何故心形内起诸烦恼 就是为什么有的人 你说学习受辞正法能够断烦恼出离 那为什么有的人受辞佛法 他不能断烦恼不能出离 还被这个视力所转 然后受辞法了 为什么心里面还起种种的烦恼 这关键就是刚刚一个就是刚刚的那个静静心啊 就是你还不够坚持 还你的念心也不够 非但以多闻能入于佛法 也就是说佛法 你虽然知道你说受辞正法 对于断烦恼边上来说 对于这个转变你的这个边上来讲是很好 问题是你只是听闻你观念之道 你没有去做他没有办法入文 没有办法入心 非但以多闻能入如来法 入于这个正道的一个修辞 不是只有以什么 多闻就是不是只有你了解 就是我们常讲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不是只有闻啊 你还要如理的做一思维 还如理的修辞 你才能入法 法才能入心的 然后他就讲了 如人善方药 至极不能救 与法不修行 多闻易如是 就好比有一个人 他非常能够了解善解这个什么 用药 处方 他都知道 可是他自己的疾病没有办法 他如果不去服用 或是不去对症下药的话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救 那与法不修行 多闻易如是 那你如果不真实去修行实践的话 你只是知道那个法门 这个也是就是像这样的例子 那如人属他宝 至无半分钱 至无半千分 就好比你属的是人家的钱财 你自己也没有 那与法不修行多闻易如是 多闻就是这样子 但因为你没有进一步思维修辞 如有生亡功 而受唯雨寒 余法无修行 多闻易如是 你出生在我寒宫 可是你还是有受恶受动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有一点问题了 然后如在四渠道 说广说众好事 内自无实得 不行易如是 就好比你在跟大众说一些 什么事情多好多好多好 可是你自己也没有去做 那不行不修辞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法首菩萨象征就是不退行 也就是说你虽然知道种种的法门 可是法门要能够行持 要能够修辞 才能够得到这个自在 能够入道 所以法门虽多僻在正行 与法能行方得自在 所以说如说修行要能够不退转 要发起这个不退心 才能够帮助我们离烦恼 这个就回到刚刚文书的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 受持正法 可是烦恼还是无边 那就是正行圣身 就是你要不退心的不断去实践 这个正行 行持修行你要不断的去努力 那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就是相对应就是八菩提心的心肠柔和 我们常常不退心啊 不退心常常就是怎么样 会退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刚强的话就是会比较 应该是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啊 你要能够维持这个不退啊 我们的心要够柔软 够柔软 你才有办法去达到一个不退 如果你的心常常处于那种刚强的一种状况的话 那是会退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刚强起来你就有对立面 一个就是要嘛你跟你的烦恼 跟你的烦恼习气相应的话 他就会跟正道对立 对立 所以你要有何的话 你要是缘起性 是 没错 对 没错 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要常常去关照那个缘起性 然后不站在对立边上来看事情 看因缘看境界 慢慢的你才能贯彻下去啊 我们常常退心就是你的对立面起来就会退了 那那个就是你的心不在 就是你的心会有一个僵硬 你的心会有一道墙跑出来 所以你这个不退心其实很重要 常常我们做事情你要能够坚持 他是需要一种柔软的 这样理解吗 我常常 其实那个就是不是你不够 就是你不够柔软 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那个对立面会起来 你就会觉得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 会有一种 这种退的那种状况 法门虽多必在正行 所以这个法首菩萨 他就是象征这个不退心 而且你的心要螺和 才有办法实践你的正行 正道修持 好第七个戒心 这是文书菩萨 文保守菩萨的 他说佛子一切众生等有四大 一样是有地水火龙四大的这个元素 组成的 无我无我所 那为何又有受苦受乐 还有端正丑陋 好坏 还有献报后报种种的业果 那可是法界中究竟来讲 又是没有 无善无恶的 那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保守菩萨就回答文书菩萨 随其所行业如是果报生 作者无所有诸佛之所说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自信 可是就是随众生业行 行业所转果报会如实的生起 那譬如 清净的这个明镜 他随所对质 质就是物质 有色把 有一个像的 显像的这个叫质 那譬如 一个镜子 你什么东西对到镜子 他就如实显现 这个叫现象各不同 那夜性亦如是 就是在这个 清净的这个大圆 大圆静置 或是你这个 清净的这个大海 没有波浪大海当中 你如实的造作 什么样的一个夜阴夜行 他就如实的呈现那样的一个果 可是他这个过程也是没有自信 他就是一个缘起性的 这个就是 夜果 因缘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保守菩萨 来讲这个法 其实就是讲 象征着戒心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如实的 三聚境界 保守就象征着我们的菩提心宝 这个宝珠一样 那菩提心 我们常常在讲受菩萨界 我们这实性满心之后 你原成的是一个菩提心 那就基本上 你要具足这个什么 三聚境界的内涵 三聚境界是什么 诸恶莫作 仲善奉行 至尽其义 那这个就是 诸恶所有的 射众生界 饶意有行界 射善法界 这个叫三聚境界 也就是你诸恶莫作 仲善奉行的概念 然后你要普遍去忌妒 救度一切的众生 这个叫三聚无缺 那这个保守菩萨 那其实他就象征我们的菩提心宝 他是透过修学善根 修学善根来的 然后从 断恶修善 然后 适度一切众生 这个边上来讲的 三聚无缺 然后他显现的是一个 业果圣生的一个内涵 这个就是 第七个戒心 一样 三聚境界 他就是你当你的菩提心圆成的时候 你居然会受持 你居然会 因为那个是菩提心界 诸佛本质具足 所以说你看 大圣那个凡网经 他就会跟你说 这个是金刚光明宝界 为什么 因为诸佛都是受持这样的一个界 所以其实如果按怀言的话 就是你入初驻 你实性满心之后 初发心驻之后 你不退你 不退转这个菩萨道 不退这个菩提心 不退二生生文 原觉人 你这一个三聚境界系实 你是具足的 所以就是关键是在实性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修这个 所以你说 你说有的人说 我学佛 我看我不要受戒好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受持得好 可是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是当你的信心圆熟的时候 你自然会具备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一个界体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十种心 其实就是关系的真实 你的菩提心能不能真实生起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于这十种心 你如果这十种心 然后有刚才讲的这个框框里面 我这每一个都有一个框框 这个就是刚才讲 世心菩萨 发菩提心经 这一部经还有他写的这个论里面呢 提到的真实发起菩提心的十种内涵 就是这些内涵 你都能够平常去观照到 你有没有这样的去做 如果其中有一个你没有达到的话 其实你真实的菩提心还没有发起 这就是修习善根 这个戒心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开发你的真实 自信善根 之前有跟大家讲什么叫善根 善根有很多种 可是最基本的就是无贪无称无痴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从平常的生活当中 你就要去常常去锻炼自己 境界来的时候 其实所有你没有看到 从刚才的心从前面一直到现在 都是实施就是告诉你要一个安住 你要知道圣生缘起 你要知道因缘所生 然后你要能够安住在这个空气上面 其实佛法就是三把印 就是一十项 那个十项就是 大圣最强调的就是自信 就是真如 你要能够安住在那样的一个体性上面 是 是 没错 是 你 对 没错 没错 他 你本来就聚足这个 是你在善根整个发现之后 你本是聚足这个清静 而且三聚境界 你诸而莫作你不会去做 然后众善你一定会去受死 所以在戒法里面有两种层次 一种是指词 指词就是说 指啊 指 stop 不要做 这叫指词 这就是社律仪戒 三聚境界第一个社律仪 就是你的律仪 你恶的你不要做 这个叫诸恶末座 第二个众善奉行就是做词 做词 造作的做 做词就是说 好的 你不做你就犯菩萨戒 这样理解吗 像譬如说僧人的 僧众的 我们这个威仪戒啊 巨族戒里面 一样有指词有做词 做词就是你应该做的里面去做 那就犯一个做词的戒 你应该做的里面有做 你没有学 你没有去了解 这个就是犯到那个 犯到那个戒律本身 所以说 这个戒律不是只有stop 不要做 这个叫指词 他还有所谓的做词 做词就是说 应该做的里面做 这个就犯了 所以这是很维系的 常常要去观照 我们常常不是说 叫你不要做不要做 那他就说 那我干脆什么都不要做 那你什么都不要做 那你就是做词没有做 该做的你没有做 是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三句境界就是 色律于 就是你子二 色善法 就是你要行善 第三个色众生 就是你要广度一切众生 不是你自己色律于色善法 你还要让一切众生 都色律于色善法 这叫三句五缺 如菩提心宝的这个宝族一样 所以这保守菩萨 象征这个戒心 所以是普遍发起 我们的菩提善根 然后象征的业果甚深 好那第八个护法心 护法心呢 就由这个文殊菩萨 来问这个得守菩萨 他就说 如来所悟啊 为是一法 如来正德就是一法 佛法 那为什么说 在佛法当中又开无量诸法 然后现无边的岔海 世界海 然后度化无边的众生 引说无量的法门 教说 是现无量佛生 乃至 知无量众生心 现无量神通 震动无量视线 视线无量庄严 显现无边的境界 可是在法性当中 又没有这些差别像可得 那时候得守菩萨 就回答文殊师利菩萨 他说 佛子所问意 甚深难可了 智者能知此 常乐佛功德 常要佛功德 好要佛的功德 我们之前有讲 真如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如实空 也就是安住在体性上的这块 一个是如实不空 也就是说他能够 从体性上 从真空出一个庙有 然后成就所有的 横杀的性德 这是不空如来藏的这个部分 那指的就是佛功德的这个层面 所以他能够随缘去成就 一切的因缘跟功德 那他就讲了 他说譬如地性火性地水火风 他就举例了 譬如地性一 众生个别住 就好比大地啊 他就是地嘛 那众生个别住在上面 可是他并没有 不同的一个分别的一个想法 那佛法也是这样子的 那譬如火性 火的自性也是一样的 他能够烧一切的东西 可是那个火焰他并没有分别 他就是随着风这样子吹 这样子烧 那还有大海 他波涛汹游 那可是水他是没有 水的湿性是没有改变的 他就是波浪的象状 这个四象上会有转变 那风性也是一 可是他能吹万户啊 可是这个风的体性 他还是没有 还是一样的 那还有什么打云 大云雷啊 就是打雷下雨啊 他这个雨滴也没有差别啊 他不会选择 我要交这个大树 我要交这个小草 他没有分别 那譬如地界 依能生种种芽 能够普遍长出万物 他没有分别 那就是看这个草木的这个根 种子的一个区别 那一样啊 譬如太阳啊 无云翼没有这个云的遮障的时候 他是普照十方 光明无异性 那佛法也是这样的 就看你的霍障 你自己霍障的一个 一个破除 霍无云正法神的那个部分 那好比像空中的月亮 世间都看到了 那可是你说那个月亮到底住在哪里 住在美国 还是在台湾 他没有啊 他就是在那边啊 那佛法就是像这样的 那这个得手菩萨象征这个护法心 也就是说如来 他有无量的这个功德 功德法 他能够随缘随众生而显现 然后有种种的法相法门 那可是佛法他是一味的 是随众生的根器 而有这些不同的法门跟法相 那这些在无量法门的这个边上 我们都能够平等的去守护受持 这个就是说法甚深啊 佛的功德就是来自于这个 无边的众生 无量的法门 都能够成就 那这个就是爱乐大圣 就是那个十种心 十种内涵 十种 福利心内涵里面的爱乐大圣 就是你要 就是如量啊 其实这讲的就是一个如量 你能够安住在如理的法性上 能够开展出如量的一个众生 众生界法界的一个了解 跟一个通达 这个就是德啊 你的德就是从如量来的 你能够成就多少众生 你的德就成就多少了 好那这个就是护法心 所以你说常常我们常常讲说 我要做护法 道场的护法 真正的护法是什么 你自己要能够对于所有的这种法门啊 你要能够升起一个愿意 发心 听闻 受词乃是修学的这个心 这个是真的护法心 所以这个 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之前 我们就是护持 护持道场 护持修行人 护持行者 可是当我们自己要进一步深化 在佛法上有一个体验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就是 你真实升起护法心 这也是菩提心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乐学 好要修学一切的这些法门 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个 自身受识的一个法门 这个自身受识的部分 是帮助你去契入一个真理的一个实相 一个空性的一个体证 那你无量法门的修学 如量的这些智慧 在一切有缘边上的一个成就 这个就是属于后德制的原成的这个部分 这个很重要 好 那这个就是第八个护法心 那第九个愿心呢 就是由文殊菩萨来问这个目首 那目眼睛啊 就像我们身体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引导 就像愿力的那种概念 所以是用目首菩萨 他说如来福田等一无益啊 云和见众生布施果报不同 种种的形色 种种的眷属观位 种种功德智慧 那可是佛呢 在这一切的边上啊 他心量是平等 而且是没有分别的 那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果报 果报不一样 那这时候他就讲了 这个目首菩萨他就说了 祭子 他说譬如大地一啊 水种各生芽 就好比大地 他是普遍 然后呢 随这个种子啊 苗啊 各生起他的这个芽 开花结果 然后余比无愿卿 佛福田亦然 就是譬如说你做任何的功德 佛你说福报 其实对佛来讲 他是他都是他都是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 这种果报的一个产生啊 就是关键是这个种 你的这个发心不一样的关系 然后再来一个又如水一味啊 因气有差别 因众生的 因这个气敏而有差别 就是水啊 水都一样的吧 可是你的杯子里面 如果你有不同的一个状况 条件的话 他就产生不一样 譬如说你里面已经放了一个 姜在里面了 你水加进去就变姜茶 是这样子 那佛福田亦然啊 众生心故意啊 就是你众生的发心不同 你的怨心不同 你的福田就会有不一样 那譬如明镜的镜子 随色而现象 佛福田亦然 随心或众报 随众生心的一个心量差别 还有跟他的怨力使然 或不同种种的这个报 果报 那也就是像阿捷陀药啊 能救了一切毒 那福田也是一样的 他会让我们消除一些烦恼破障的一个过患 那譬如静满月 普照于大地 佛福田亦然 一切处平等 也就是说佛法生三宝 他平等的 让我们增长福德 可是重点就是在我们心量的一个大小 那关键就是能够怎么样 发起你这个怨心啊 如愿倒行 那可是会因为我们的泛界误失 你的发心 这些德果会有差别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知道去陪佛啊 这就是十种 十种那个菩提心当中的供养诸佛 那也就是象征着福田圣圣 这个部分 好 有问题吗 好 这个是怨心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修学果法的过程 发愿很重要的 发愿 因为他关系着你到达的那个 所以学华言的人要先什么 人家我们常讲因果 你有沒有看到从华言 从华言经 他是先讲果再讲因 先确立了你的果味 所以跟毗鲁真阿如来同样身心 无障碍法界 可是你在阴行的时候 你怎么样达到那样子的法界 无障碍法界 就是你要跟佛有一样的一个 因地的一个行持 跟一个实践 跟一个贯彻 所以这个就是指这个怨心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学华言的人一定你要先立一个目标 阶段性目标也好 未来长远性目标一定要立 对啊 不然你看我们这个世间苦难啊 越来越乱 好 然后再来 最后一个是回向心 不过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去做完课 我们回向心留着下一次讲好不好 OK 那基本上今天的这十种心 就是我们要常常带着 这十种心其实就是我们你说 你常常说 学华言的人不知道怎么下手 你从你的文师修上 你要从这十种心去耕耘 这是你发菩提心的 最生死的十个层面 就是这十种十种实性法门 这是从外反卫来讲 华言你这个入道修直 你怎么升起这个不退转的苦力心 最重要这个实性法 这十种心 从性经验定会 然后还有那个不退心 戒心 戒心 户法心 怨心 还有我们现在是要讲通常心 这十种其实就是 你如何成就你的苦力心 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文师修学佛法的一个内涵 这十种心 当你这十种心都圆熟的时候 你那肚子就能达到华言经常的实性法 不退二胜的那个出发心 住人的结果 那同时也是什么 住于甚深的空心 你要想想看你这实性 如果真的能做到 基本上你对于空的体验 你不可能没有 不然你你会退啊 刚刚就讲了嘛 你如果从世向上的心 带着世俗心在修行 你绝对不可能成这只实心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要讲这实心 就是你如何逆着你的生死 的一个烦恼跟习气 来进行开展出你修辞的一个成活 的一个道路 其实这个实心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尤其特别是 它不是只有性静念定会法 它还要往后展开 度化一切众生的可能性 所以它会涉及到不退转 还要涉及到愿力 还要涉及到你的护法 把门无量 否得横杀性的 就是无量的功德 你如何聚敌 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回向你 所以这个都是从智力的边上以外 还要再往外扩植到立他 成就一切有尊重的愿力 你那狐狸心才能真正自备 不是只有你智力修止的部分 还有立他的部分 所以生活成面的成就能力 有什么自立 可是其实自立立他 并不是切割的那么完整的 你在立他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圆满你的智力 那你的智力的过程当中 你其实你是为你的立他做的 如果你没有 你怎么立他 如果你没有定心 如果你没有会心 你没有办法立一种成功 所以他不太能够去切割 说哪个心是属于智力 哪个心属于立他 都是在整个菩提心圆满成就的 一个内涵当中 这十种心是很重要 你就是修学华严的人 你要去 首先你要去 去如实的去观照你 具不具备这样的内涵 修行 入道的一个内涵 堪称为法器 的一个内涵 就是你这十种心 具不具备 然后你那十种 发狐狸心的内涵 四星菩萨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前的这段 这个从 当初 从在印度时期 就一直讲到这个 若菩萨清净善知识 供养夫妇 修及善根 人士求圣法 心长柔和 遭苦能论 慈悲存厚 身心平等 信乐大圣 求佛智慧 若能 若人能具如事实法 哪能发 这十种的内涵 其实就是我们 十种圣生 也就是 性的十种德 陈冠基在讲 就是性的十德 其实就是这个 八福地性的四个条件 十种法 那也就是这十性的 一个主要性的内涵 所以这个平常 我们自己就要去观照 好的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来回向 好